欢迎来到宝鸡镇 我们现在返程 依然是坐来的那趟双层大公交 这辆车时间点真的刚刚好 到家正好可以吃晚饭了 好 我们现在进站乘车 我们的列车排在第三位 疫情期间只开放一层后车厅 后车厅非常宽敞 旅客们都紧然有序地在等车 现在我们检票上车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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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内饰在上级视频已经给大家展示过了 想看内饰的观众请跳转到上级视频 本期视频是第一次 也可能是最后一次双层列车的体验视频 列车即将发车 让我们再次欣赏这独特视角带来的魅力 17点15分列车正点由宝鸡站发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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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来宝鸡的路上我跟这趟车的车长聊了一会儿 车迷这个群体对于他们来说已经司空见惯了 在列车上拍摄他们还是会有些敏感的 但只要打声招呼 在允许的范围内还是可以进行拍摄的 在这里我呼吁各位车迷拍摄时请遵守相关规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接下来一起欣赏沿途风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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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将画上一个原版的句号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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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